如今已经70岁高龄的谭永玲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游玩的照片,她身材依旧鼻挺,精气神十足,看起来充满活力,一点都看不出已经70的年龄。 谭永玲并且表示天气好,于是和朋友一起喝奶茶逛街,她喜欢喝奶茶逛街这点也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很像。 照片中,谭永玲的穿着打扮十分时尚,身穿红色马甲加上休闲运动裤,对着镜头面露笑容,看上去特别阳光健康。 反观,她的同龄朋友,看上去谭永玲比她年轻20岁,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不禁好奇谭永玲怎么能够拥抱青春的呢? 不少网友也是被谭永玲的年轻的状态震惊了,这实在是看不出年纪啊。 想必谭永玲老当一壮的身体和她的好心态平时运动都脱不了干系。 如果要说起香港的著名歌手,那必有谭永玲的存在。 在1950年出生在香港,谭永玲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她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 从小谭永玲便受尽父母的宠爱,因为父亲是足球运动员的缘故,所以谭永玲在很小的时候便就喜爱足球。 在大学读学期间,谭永玲学习的是经济学,看似她的人生与歌手一点关联都没有。 进入到歌手的行业完全是因为谭永玲的固执。 在谭永玲大三的时期,她染上了恶剂。 修养好的谭永玲没有了想要读书的想法,她想要早早地和父亲一起撑起他们这个家。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游地云,那个时候的她每天日子都很丰富。 第二份工作是卖文具,很轻松,正是因为轻松她才选择。 因为从那个时候起,谭永玲正是面对了自己想要唱歌的梦。 她刚开始选择去夜总会登台开场,开启了她的音乐之旅。 但其实,谭永玲的父亲最初是不同意儿子唱歌的,由于谭永玲的坚持,慢慢地才被父亲所认可。 1968年,谭永玲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与陈柏祥等人组成了Losers乐队。 虽然这个乐队存在时间并未长久,但是对谭永玲来说,她更加坚持了自己。 不放弃的她在1973年,与陈友等人组成了温娜乐队。 在1974年成功与保利多签约,发布的第一支细节《Sunshiner》,瞬间成为香港的热门歌曲,完美打开了市场。 见势头正猛的时期,又发布了第二支细节《沙拉拉拉拉拉》。 当时这首歌可能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是那么火。 接下来,什么都不想了,陈胜追击出了属于他们的第一张大碟《Listen to the Winners》。 不仅仅是在香港非常的红火,这一次更是打开了东南亚的市场,谭永玲也成为了大红的一位歌手。 随之而来的是1978年,乐队宣布了解散。 温娜乐队的存在时间虽然短,但是收获了太多人的心,成为众人心中回忆的经典乐队。 而单打独斗的谭永玲更是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开始向着多方面发展,开始做起了演员。 那个年代,电视机中总可以看到谭永玲的存在,在娱乐圈中的风头一度不可阻挡。 在众多明星中可以一离不倒,脱颖而出。 确实,她歌声真的很好,很有感染力。 单打独斗的她更是出了很多经典的专辑。 《忘不了您》、《时来的春天》、《爱情陷阱》等等等等,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凭借众多专辑,拿到了太多的奖项。 直到如今,还可以常常看到谭永玲的身影。 她确实,这一生都爱着音乐,感谢她为我们带来的那么多好听的歌曲。 谭永玲的走红背后,还离不开这个女人。 然而,谭永玲的感情却是坎坷。 1974年,谭永玲正在温拿乐队中叙事待发,遇到了一位叫杨洁威的女人。 她便是谭永玲未来的妻子。 杨洁威原是化妆品公司的美容顾问,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人。 杨洁威对于舞台形象以及服装都有着高超的见解力,总是可以get到时尚,敏感度极强。 之后,杨洁威发现了自身的这些优点,便转而学习舞蹈设计,舞美编排,灯光调度,成为一名独立的艺术策划者。 在谭永玲相识杨洁威的时候,杨洁威对舞台已经十分的陈述。 之后,两人成为了情侣。 杨洁威为了能够更多地帮助谭永玲,不惜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将自身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谭永玲的身上。 是杨洁威打造了谭永玲的外在形象,她十分了解谭永玲最适合什么样子的舞台。 杨洁威为了谭永玲付出了很多很多,谭永玲的走红背后有杨洁威出的一大分力。 两人私下里于1981年低调地选择了结婚,若不是因为杨洁威父亲的去世,可能众人还在被他们瞒着。 两人的关系正是公开,我们都知道当红歌手谭永玲原来早已有名正言顺的妻子。 婚后的两人,杨洁威慢慢地回归家庭,谭永玲在事业上越来越红火,当时的她几乎很难有人可以超越,然而杨洁威是帮助谭永玲最多的女人,但同样也是谭永玲伤害最多的一个女人。 婚后的谭永玲认识了一位叫朱永婷的女人,她得到了谭永玲的关注,她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谭永玲。 小时候一来二往的,两人便掉入了爱情中,谭永玲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他人的丈夫,而朱永婷更是甘愿做她背后的女人。 即便是无名无分也无所谓,只在背后做谭永玲的秘密情人。 在1996年与朱永玲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与杨洁威两人并未有孩子。 谭永玲每天备受煎熬,她知道她妻子对她的付出,每天内心都很矛盾。 终于,有那么一天,谭永玲告诉了杨洁威朱永婷的存在。 杨洁威刚听到消息时,可以用崩溃两个字来形容。 她无法想象自己最爱的男人可以在外做对不起她的事情。 也许是太爱谭永玲,杨洁威选择了迎刃,选择了接受朱永婷的存在。 只不过是之后的钱转交给杨洁威管理,而朱永婷就专心地抚养他们的儿子。 最厉害的一点是,杨洁威与朱永婷两人那时候从未见面,从未争吵。 谭永玲就这样被两个女人深爱着。 在屏幕前,那个时候众人只知杨洁威的存在,谭永玲也十分尊重自己的妻子。 在谭永玲的两边照顾下,日子一天一天地这样过着。 而于朱永婷的儿子也在慢慢地长大。 一直到2006年,谭永玲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时候的谭永玲开始有了别的想法,她不想要朱永婷母子在她的背后,她想要朱永婷母子有所名分。 谭永玲不顾外切的目光,也要给朱永婷母子一个名分。 就这样,谭永玲自爆了家中的丑事。 众人皆知,谭永玲有这么一位情人的存在,朱永婷也是很厉害,就这样甘愿做谭永玲情人多年。 朱永婷顺利地成为了谭永玲背后名正言顺的女人。 朱永婷除了有一个他们两个的儿子外,朱永婷还获得谭永玲的爱。 之后的谭永玲很多的场合,身边的人总是朱永婷。 在2011年,谭永玲的寿宴中,情人朱永婷正式地被扶赠,苦熬了多年,终获得了完美的结局。 朱永婷成了那个幸福的女人。 谭永玲即便是工作方面再忙,也不会忘记朱永婷,对朱永婷的照顾好到令人羡慕。 这一点来看,其实谭永玲也是一个痴情的男人,只不过那个女人不是杨洁威。 朱永婷从谭永玲二奶到扶赠,用啥手段拴住了谭永玲。 一,朱永婷在背后默默为谭永玲生子,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谭永玲,让谭永玲可以感受到朱永婷的爱。 而最让谭永玲感动的便是,在与谭永玲在一起的期间,朱永婷自身从未要求谭永玲给她名分,选择公开是谭永玲的想法。 二,谭永玲曾说,内心还是想要一个儿子的,想要为自己留下一个骨肉,想要为父亲留下一个后代。 朱永婷便为谭永玲生了一个儿子。 三,杨洁威虽然在事业上帮助了谭永玲很多,但是杨洁威喜欢的偶像是张国荣,而张国荣与谭永玲完全是两种类型的歌手。 谭永玲曾说杨洁威完全不听她的歌,而朱永婷不一样,朱永婷喜欢,谭永玲因此才更爱朱永婷。 反观杨洁威,杨洁威对谭永玲的付出几乎复之东流,她因为深爱谭永玲才会选择了隐忍,选择了可以允许有朱永婷母子的存在,为选择和谭永玲离婚。 但让杨洁威最是忍无可忍的便是,谭永玲公开承认朱永婷母子了,对她的打击真的太大了,想必任何女人对这都很难可以忍下去。 公开后的朱永婷慢慢地取代了杨洁威的地位,与谭永玲的家人相处得也十分和谐,那时候的杨洁威反而看着更像是一个外人,最终杨洁威在被谭永玲伤得伤痛欲绝,就这样被谭永玲抛弃。 她感觉她的丈夫离她已经越来越远,就这样杨洁威在2008年选择了皈依佛门,杨洁威被谭永玲抛弃,众人不知道的皆以为杨洁威未生意子是重要原因,但其实还有一个秘密藏着,便是谭永玲曾经自己也承诺过,她对杨洁威只有恩情并没有爱情。 最后可怜了杨洁威,即才华于一身,端庄有礼貌,陪伴谭永玲开始的每一步,最后换来的是谭永玲对她只有恩情。